我们接下来呢要关注另外一对娱乐圈也是特别受关注的夫妇了 6月29日文章呢向马依丽补求婚 让不少的观众感叹阳光总在风雨后 但是啊就是没几天就有人爆料说文章和张一山大闹酒吧 这让情绪激动的文章忍不住爆了粗口 那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7月8日另一位当事人张一山现身北京出席新剧大熔炉的发布会 他也是首次对大闹酒吧做出了正面回应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特别好玩哎 特别可笑 就真的是可笑 我没法形容这个事 张一山口中这个好笑的事 正是日前有人爆料他和文章一起在北京某夜店狂欢 照片当中两人看起来已经喝醉了 唯有相互搀扶才能够勉强前行 这个所谓的爆料人还真二人叫来多位住场女孩陪酒 但没有付钱引发不满和争执 我们是碰到了 我有我的朋友他有他的朋友 我们之前认识 大家坐在一起聊了会儿天 很久没见 就这么见他 看张一山这斩钉截铁又不屑一顾的态度 显然没有受到传闻的困扰啊 事件的另外一主人公文章就显得不淡定多了 连发两条微博怒斥造谣 拿不出证据 老子弄死你们 想必那一颗文章的内心是崩溃的 也难怪 这才刚刚向马一里补上了求婚 眼看着花心的形象正在渐渐扭转 好嘛 瞬间又被几张照片打回了原形 哥谁身上不生气呀 但有理不再身高 作为公众人物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基本的要求 而且一味的发火 谩骂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 我以前如果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我可能会特别气愤 但是我现在觉得无所谓 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 比别人眼中的我更重要 果然按张一山已经不再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小流星了 在娱乐圈多年的摸趴滚打让他飞速成长 如今应对造谣 他理智对待 规划事业他也是思路清晰 这一次在新剧《大熔炉》当中 张一山头一回尝试在军旅题材作品当中挑大梁 每个人都有一个登兵的梦 尤其男孩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特别值得演 行路再信北京采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